这期消息为您插播 美国在台协会呢 AIT台北办事处处长斯图文 任期7月任满 目前传出将来呢 是由这个熟悉台海两岸事务的资深外交官 马启斯来接任 他曾经呢派出在台北跟北京 这也是既斯图文跟这个杨苏 包括另外一位呢 这个担任AIT台北办事处处长的职业的外交官 好另外同步带你来关心的消息 这是被人痛批浪费了 行政院长陈春 位在新北市汐止的旧家 保全24小时来管理 不过他全家人都已经不住在这里了 房子闲置 夏区远举男孩呢 在两个小时来巡逻 被遭批评浪费警力 行政院长陈春老江呢 就在新北市汐止的山区别墅社区里面 不过因为现在都没有人在居住 那么远景呢 每两个小时又来巡逻一遍 被人批评会不会太浪费人力 降至几百万的黑头车不到几分钟 就有好几辆进进出出 陈冲旧家的别墅社区附近住户说 背负极贵 而陈冲的房子 根据之前监察院的财产申报显示 大约82.6平 空间相当的宽敞 只是现在陈冲一家人早就不住着 巡逻乡还设在陈冲家的大门口 有人质疑远景是不是大小眼浪费人力 在选举期间 这个亨克派所所长啊 既以治安状况需要 因为那边曾经发生刑案 所以就承报分级 说这个把附近的这个巡逻乡 移到这个发生刑案 这个地点比较适切 辖区分局紧急澄清 因为陈冲老家社区附近 之前发生过刑案 当时就设有巡逻乡 并非因人而异 加上选举期间 陈冲身份比较敏感特殊 房子也没人住 只好将巡逻乡 设在陈冲家的大门口 方便远景巡逻迁到 也不会影响到其他住户 只是有没有两个小时 就巡一次呢 一两个小时的这个 并没有 因为他们才18个人 又要轮休 又要藏性 又快要领检 分局喊怨 人力不足 根本不可能巡逻的如此频繁 只是扯上行政首长 难免外界会用放大镜来检视 这一转让郭新阳 台北采访不到